我们首先来讲一下俄国人现在的逻辑 或者他的战略思维 就是关于乌克兰 在欧洲这边乌克兰 那我刚刚讲 俄国希望建立安全边界跟反冲区 所以希望1997年之后加入北约的 就是前华沙公约国那些 北约不要在这边做部署 也就是要撤兵 然后我刚刚说 普丁在乌克兰边界摆重兵 就是准备说你撤我就撤 大家来交换 那这个概念俄国人懂 我现在讲一个历史上的潜力 让大家体会这个逻辑 就是1962年的时候 美国跟苏联几乎到了要开战的地步 记不记得古巴危机 古巴危机的背景是怎样 1959年 美国先在意大利跟土耳其 部署弹道飞弹 土耳其在黑海南边 土耳其的黑海的北边就是乌克兰 然后黑海的往东北那边就是俄罗斯 当时都是苏联 所以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弹道飞弹的结果 就直接攻击苏联 如果你是苏联的话你作何感想 当然很不舒服 希望美国撤 那怎么做呢 后来大家发现 古巴出现了政治变化 卡斯楚上台了 然后美国就跟他断交 跟他抵制他 卡斯楚就跑来苏联访问 后来苏联一想 机会来了 苏联就把飞弹 部署到古巴去 共产古巴 古巴共产化以后 就跟苏联紧密了 靠近了 那苏联想有机会 苏联就把飞弹部署到古巴去 美国跳起来了 对不对 说你要给我撤 不然怎么样 我们准备开打了 干什么干什么 那时候是相当紧张 就是美国跟苏联 接近开战 而且是两个盒子大口 接近开战 剑拔弩张 比现在严重得多 然后后来怎样 开始私职谈判 因为我说把压力顶住以后 就有可能进行私职利益交换 大家来谈成协议 美国后来从土耳其撤出飞弹 苏联于是把飞弹从古巴撤出 双方互相利益交换 那这个逻辑俄国人懂 其他国家人可能没有体会到 现在普丁玩的是一样的逻辑 我在乌克兰边界摆重兵 做出可能要打的这个架势 目的就是说你撤我就撤 大家来谈 就跟当年那个灰弹 你撤我也撤一样了 不过老师我觉得比较一下 因为当年的这个苏共 他主张跟中共共产国际 要赤化世界 所以他的武力部署到古巴 其实牵制中南美 就让他们赤化 但是今天就是说 俄罗斯到底有没有 像当年的苏联一样 就那么想要扩张的那种 这个威胁了 他现在的主题是说 北约东扩到此为止 你不要再继续东扩到乌克兰来 而且你还要把之前已经东扩到 华沙公约国的这些不要 就是他是会员国 但是你不要部署 他就提这个 目前这个诉求是这样 那等于是要北约稍微后退 那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要北约做让步 所以他必须加压力来交换说 你退我也退 是这个概念 就是俄国人的逻辑 那我现在讲时机 他这个是去年12月中旬 普丁俄国向美国提案 他提了几点要求 重点是包括我刚刚讲的那些 好 那 我说时机 为什么 他要在拜登颇脚之前 赶快搞定 今年 那个美国其中选举之后 估计拜登就颇脚了 OK吧 现在民主党的声望在走低 拜登的声望在走低 所以 拜登其实是摇摇欲坠 国会会被共和党大概就主导 总之有这个风险 才要在民主党失去国会控制权 拜登颇脚之前 赶快跟美国搞定 所以他现在在急着退这个案子 第二个 现在习近平 不是要忙着搞二十大连任吗 如果习近平不能连任 那俄国得跟新的中共领导人打交道 那如果习近平连任了 他也不屑于再跟俄国打交道 所以现在是习近平最虚弱的时候 他赶快利用这个时机跟习近平敲定 做出一些安排 美中都有顾虑 他赶快这时候赶快先 这时机 我来讲时机 为什么他抓这个时机 再来 欧洲现在因为天然气涨价通膨 如果跟俄国搞坏了 俄国切掉那个天然气的供应 欧洲不就是很麻烦了吗 所以他现在发现这个时机是最好的时机 如果他要追求他的安全边界这个概念 然后你测我就测 交换测冰的话 目前这个时机 就是今年年底以前把这个事情搞定 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再加上中国半冬 那个北京冬奥 他也希望那个争取俄罗斯的面子 哪怕是面子也好 所以这个时候 然后俄国跟中国靠近以后 又做给欧洲跟美国看 你们要是比我逼急了 我就跟他靠过去 对不对 所以西方国家也想把俄国拉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但是讲这个 再来 法国跟德国 在洛曼蒂摩斯会谈 跟俄国乌克兰四方会谈 然后呢 接下来 法国总统马克宏来莫斯科谈 那个我们媒体上把它称为 希望斡旋这个乌克兰危机 我说最关键的一点 不是说马克宏拿什么论述 要来跟俄国谈 或者要来进行什么样的利益交换 还不是 重点是 普丁为什么让你来 让你来 普丁会让你来斡旋 就表示他没有把这个门关死 表示有可能做出让步 就表示说事情还可以商量 如果我根本不想跟你商量的话 我为什么让你来 所以我们知道谈判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成功 一个失败 如果谈判成功 那我们达成交易 对不对 OK很好 万一谈判失败 如果马克宏来谈判失败 斡旋失败 马克宏是不是声望会下跌 那可能俄国乐不乐见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让马克宏来 然后却拒绝马克宏的提案 什么都不给你达成任何成果 那这个以后马克宏 跟俄国对着干的话 你也没话说 所以现在一样 德国总理下来也会去跟普丁见面谈 那所以普丁让他来 他必须他等于冒着一个风险就是斡旋失败 再来 那美国有可能已经了解俄国的这个需求 然后大概也会做出适当的一些妥协或让步 那美国是老大哥嘛 对不对 那就让法国德国先去谈 不要说我美国把德国法国找来 跟他讲说 注意啊 现在我们要这样干 你们配合一下 美国并不想摆出老大的这个姿态 普丁漫天要价 先让其他的人去跟他砍价砍一砍 这样只有我来定价就是了 对就是说你们去跟他谈 然后来普丁告诉你他的情况 他的需要 然后我们呢 看一看可以折中的 可以妥协的 我们交换到什么 大家来谈一谈 所以美国让德国法国 先后去跟普丁谈 就跟乌克兰谈 其实我估计美国应该心中有数 这一盘棋到底最后要怎么收尾 怎么结局 大概已经有定数 但是呢 美国不想说 好像花号司令 告诉你北约 告诉你欧洲说 我就是想这样干 你们 这个看着办了 好这样子 大概不是这个意思 是好 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个欧洲的这个主要的议题呢 是要欧洲的领袖在处理 而这时候呢 美国的国务卿呢 就突然呢 9号到12号呢 到了 不是突然了 就是到澳洲啊 要跟亚洲的国家进行这个 美日印澳 跨的四方会谈 这个宣誓的意味呢 究竟是什么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呢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呢 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有值的节目 我们下期监 Regardless 我们下期再见